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赛场上的他出类拔萃 得分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一件首到勤来的事 2007年伊丽莎白坎贝奇 进入澳大利亚女子篮球联赛 WNBL生涯新后效力于丹顿农女篮 AIS女篮 布林女篮 墨尔本女篮和南方女篮 2010-11赛季 伊丽莎白坎贝奇 WNBL赛季MVP 并获得该赛季 WNBL总冠军 2011年 他以榜眼的身份被图尔萨震动队选中 正式步入WNBA 进入WNBA后 因为身体天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中锋可以和他抗衡 也被称为WNBA第一中锋 期间入选四次WNBA全明星阵容 两次最佳阵容 他能有如此的表现也和他的努力训练是分不开的 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他更是创造了史上第一位在奥运会上扣篮的女球员的成就 虽然他已经是WNBA的门面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 在WNBA里 顶星球员的年薪也只有十几万美金 相比于NBA球员年薪上千万 简直天差地别 所以经常有许多外国球员趁着休假期来中国WCBA打球 2012-2013赛季 坎贝奇曾效力于浙江女篮 在浙江的时候 他打几场比赛下来 轻轻松松月薪拿到了8万美元 这快要赶上他在WNBA里打一年的球了 休萨奇四个月来中国打四个月的球 赚到的钱够他在WNBA打四年 他的WCBA生涯先后效率于浙江丑州银行女篮 北京金鱼 长城女子篮球俱乐部 上海女子篮球俱乐部和山西竹叶青女篮 共入选两次WCBA全明星阵容 坎贝奇也曾公开表示 WNBA里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女篮联赛 然而我们却并未得到最佳球员的薪资待遇 很多女篮的球员对自己的待遇非常不满 像他这么有天赋的球员真的是不可多得的 出色的天赋加上精妙的球技 让他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也有了许多的拥护者 坎贝奇在冬奥会快要开始的时候 突然宣布他将退出国家队 这让人猝不及防 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心理健康的原因 他对于奥运会的隔离措施等等感到恐慌 面对这样一个没有家人朋友和球迷的环境 他会感到害怕 其实也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无论是在WNBA还是WCBA打球 他都算得上是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娴熟的技术加上自己的颜值 让他成为大部分男孩认识的 为数不多的女性球员 即使在NBA球星面前 他的天赋也是肉眼可见的 詹姆斯和韦德与他站在一起时 显得没有那么高大了 更别说1米98的科比 直接比他矮了半个头 他也不只是看着高大 他与众多NBA球员都训练过 很多NBA球星都防不住他 因为其高大的身材 这些NBA球星在与他单挑时 都略显单薄 NBA特长生伊巴卡 与WNBA第一中锋坎贝奇单挑时 你觉得谁的胜算更大 我们都知道 伊巴卡最大的爱好就是烹饪 美食 甚至自费创办了一档美食节目 近期 伊巴卡邀请坎贝奇来参加自己的节目 伊巴卡为他特地做了一份美食 在闲聊之际 被问及他最想与哪位NBA球星单挑 坎贝奇没有丝毫犹豫地 说出了伊巴卡的名字 这也让伊巴卡大吃一惊 作为一名防守型球员 伊巴卡的单手控球能力和双手控球能力 可能与其他人相比还是稍显逊色 反观坎贝奇 我们可以从一些视频里了解到 他凭借自身的身体优势 可以碾压一众NBA球员 在与男球员单挑时也没有丝毫逊色 甚至把一些男球员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一般人可真不是他的对手 这场战斗如果在室内的话 伊巴卡可能完全不是对手 但如果在室外 或许他还有一战之力 坎贝奇的背身单打和骑马射箭 对上伊巴卡的防守 伊巴卡能否把坎贝奇防住呢 我们不仅有些怀疑 主要是受伤之后的伊巴卡相较于之前 运动能力肯定会有所下滑 但是现在的坎贝奇 可是继续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 如果真的是打长时间的体力肉搏战 伊巴卡必定处于下风 在节目之后 坎贝奇发文表示 他喜欢会做饭的男人 这不禁让人遐想 毕竟他们二人都喊未婚 还是有可能的 以他们二人的天赋 如果真的有机会在一起生个孩子的话 这个孩子未来也必定在联盟有一席之地 但是事实难料 一切都是那么的突然 因为WNBA的薪资待遇 与NBA球员的待遇差距太大 导致坎贝奇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决定将自己的天赋 发挥到更赚钱的领域 辛辛苦苦打几年球 不如现在拍几张好看的照片赚得多 如果WNBA能和NBA的待遇一样 或许这样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同样是顶尖球员 一边拿着几千万美元的年薪 一边却只有20万左右的年薪 难道仅仅是因为性别不同 就应该区分对待吗 何况他的实力 连许多NBA的男性球员都自探不如 自从他退出国家队以后 便有成人领域的经纪人找上了他 对他说 以你的身材和长相 打篮球实在是浪费 刚开始他非常担心 他心里也清楚地了解自己 他怕经受不住这样的诱惑 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 最终他还是败倒在金钱的诱惑之下 他选择加入他们 一方提供版权 一方提供金钱 没办法 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相比于辛辛苦苦打一年球赚来的十几万美金 还比不上詹姆斯 库里这些和他一样的巨星 打一场球的收入 对方给的报酬也确实打动了他 不过刚开始决定退出篮谈的他 也并没有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挣钱 或许是因为自己高大威猛的外形 一般的男人欣赏不来 导致他作品的收益并不理想 在所有人都认为 他从此不会再打篮球时 他突然宣布付出 加盟了洛杉矶虎花队 并且很快就适应了比赛的强度 首场比赛就拿到了12分 4篮板3强段的数据 更是有人说 他的此次付出就是为了追求伊巴卡 不得不说 伊巴卡和坎贝奇看起来还是挺般配的 如今的坎贝奇不仅在打着球 偶尔还会拍一些资源 我们也希望他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赋 不要老是想着影视那边的工作 还是早日努力成为传奇吧 毕竟所谓隔行如隔山 哪行都不是那么好做的 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赞订阅加关注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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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